圣经预言 它将被置于右手或前额 凡获得印记的人 都将遭受上帝的愤怒 永远被定罪 这系列影片和你分析 讲解与印记有关的圣经知识与信息 还有那些可能将导致受印实施的一些事件 在分享有关受印和末世知识的同时 我无法不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因为理解不同 看法或许会有不同 如果有不认同的 希望激发你继续探索求知 并欢迎你在评论区表达看法 即使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 或许有不同的理解 但我们坚持不因此而分裂 我鼓励你也一样如此 因为即使我们对于事事的理解不同 我们所仰望的是一致的 在圣经关于末世的所有预言中 受印的预言似乎一直以来引起最大的兴趣和猜测 在无数书籍和电影的推动下 受印的预测似乎比其他大多数末日预言更令人着迷 也许人们对它的兴趣是因为潜意识里 它的发生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接近 事实上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敌基督者的经济体系的发展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 就在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 控制世界银行和金融体系的人们 正在迅速实现最终新世界秩序的货币结构 令人惊讶的是 但以礼和启示录的帝国野兽 已经在构建全球电子网络和计算机技术 这是实现这些预言所必须的 当然对于那些研究圣经预言的人来说 这一事实并不奇怪 野兽印记的出现 是狄基督王国和最终世界帝国的主要特征之一 另一方面 对于印记也是末世迹象的一个方面 大多数人宁愿不要去深入思考 人们认为这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但却又不愿探究太多 他们只想在舒适与安全的范围内研究 随着预测开始成为现实 一种自然的趋势是 背离证据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只是对迫在眉睫的困境 一种正常防御机制 因为兽印和其他圣经预言不同 它将会直接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如果不直接和负面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兽印的计划就无法完全实现 有关基督再来这一方面 兽印的实现将是彻底改变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第一个预言 当敌基督开始为新世界秩序 实施新的商业体系时 世界人民将被迫宣誓效忠野兽的帝国 并终身落上印记 突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基督徒会发现 如果他们跟从圣经的指示 他们将会与社会及社会的生活方式完全隔绝 因为圣经明确无误地禁止基督的追随者获得受益 想象一下 当我们的生活被连根拔起病变得不确定时 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但这正是敌基督者出现时将会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兽印的发展 以及它离实现有多近 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确定圣经预言中会发生什么 保持警醒并做好准备 那么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 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我们的信心 腓利比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提多书二章十一至十三节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前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前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这个有福的盼望 应该激励我们热切期待这个教会时代的结束 以及圣经中提到的戏剧性的末世事件 并最终导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对于那些活着 在此生可能经历最终世界帝国的欺骗和无情的人来说 了解印记的发展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野兽的印记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辨识人们是忠于主 因为如此我们将战战兢兢的谨慎的将非常详细的研究它崛起的证据 让我们从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六至十八节中 关于印记的著名预言开始 它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纳受印记 有了寿名 或有寿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寿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狄基督者 作为新世界秩序的唯一独裁者的崛起 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体系的运作方式 但以理告诉我们 他想改变时代和法律 但以理七章二十五节说 他必想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 二载 半载 这类似于戴以理书前一章 二章二十一节描述的属于上帝的权柄 他改变时候 日期 废王 废王 将智慧赐于智慧人 将知识赐于聪明人 很明显的 狄基督者会试图夺取 只属于上帝的权柄 并试图控制 这世界体系的各个方面 以及这世界的人们 在那一天 不仅世界将统一在一个统治者和一个世界政府之下 而且这世上的人民 也将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当时 图约翰在启示录中写下这些预言时 他是用当时的国际语言 希腊语写的 在上面引用的第十六节中 单词印记实际上是希腊单词 Sharigma Kai 根据NAS行约希腊语词典 Sharigma的定义是印章或印记 它的含义也延伸到个人印在印币或印章上的印记 例如用于信件作者身份证明的那封 因此 手上或额头上的兽印是所有权的印章 表明持有者属于敌基督帝国 因此 那些获得最终印记的人 是在给自己打上烙印 表明他们对野兽的忠诚 同时也表明 他们对上帝的绝对反叛 要成为那个新世界的批准公民 你将必须获得某种实质的标记 这将表明你可以合法地参与社会活动 约翰说 几乎帝国内的每个人都需要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一个识别印记 他进一步说 无论是有影响力的富人 还是相对默默无闻的穷人 都无法逃离敌基督者的新制度和被标记的要求 这个印记会在身体什么地方呢 预言在这方面非常具体 人们会在右手或前额上做标记 把印记置于这表面上的两个位置 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在你的身体上留下烙印的最好地方 是任何需要验证你身份的人 都可以轻松找到印记部位的地方 自然 手是首选 为了在标记人的系统中创造统一性 预言说 他们将选择右手作为主要应用点 对于可能没有手的人来说 可能次要的位置将是额头 显然的 世界上有一些人没有右手 但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头 为什么不使用左手呢 这可能是一个方便的问题 这是为了限制选择 以便只需在两个可能的位置进行搜索 寻找印记 选择这些位置作为标志的另一个原因 与过去30年来 在发展的一项重要识别技术有关 那就是生物识别技术 生物识别技术 是一门根据人的独特身体特征 分析和识别人的科学 我们识别朋友和家人的能力 是基于我们的大脑 能够将他们的身体特征 与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 生物特征扫描就像我们的大脑识别一样 它将某些身体特征与一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 以验证一个人是他们所指的那个人 生物特征信息的例子包括 面部识别身高和体型指纹 红膜扫描手部标记和形状 以及语音识别等 生物识别行业正快速发展 它已经可以高度准确地识别任何人 两个正在迅速成为标准的主要生物特征 是红膜眼睛扫描和手或指纹扫描 目前在市场上已经有一些地方 部署了许多设备来读取红膜或手或手指 甚至笔记本电脑也设计用内置指纹读取器 作为登陆系统的可选安全设备 将生物识别技术标准化到手和眼睛 无疑是未来将野兽印记放在手上或前额上 实现约翰的预言做完美准备 更多有关生物识别信息我们将在未来的影片中谈到 拥有印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合法地 对所有自愿成为最终世界帝国的成员和公民的人 进行物理识别 如果西方联盟中的每个国家有了一个共同的领导人 所有的公民文件都必须修改或重新发行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敌基督者将决定做一些更激进的事情 而不是使用简单的注册程序来记录新政府的追随者 他将试图为每个人终身烙上印记 就像牛或其他动一样 圣经说被欺骗的世界将排队获得这个新的印记 并宣示效忠帝国 不幸的是 他们会在不知道或不在乎 他们行为的永恒后果的情况下这样做 更糟糕的是政府将执行敌基督者的法令 让人们看起来别无选择 在不久的将来 获得印记不仅会成为法律 任何无视这法令的人都将难以生存 约翰明确地说 没有他任何人都无法买卖 这意味着 如果你决定反抗一个世界政府的建立 那么结果将是 你将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有些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参与社会就不参与 但是请思考一下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买卖都无法参与 那生活将是多么艰难啊 今天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 现代商业的流通货币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们买卖时 我们不会停下来思考 是否愿意使用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或人民币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这样做 但是 如果有一天 当你决定不使用法定货币时 你很快就会发现 普通人如果拒绝印记 将会面对生活上的困难 如果没有官方的交易媒介 你就无法购买任何东西 如果你无法进行买卖 比如说你的信用卡 借记卡或现金不能够使用 你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你无法去杂货店买些食物 你无法偿还租金或贷款 你无法支付账单 你无法在加油站或加油 没有人愿意卖给你任何东西 因为你没有能力支付他们的商品 此外 没有人可以向你购买任何东西 因为你无法通过野兽印记系统收到付款 当然 你也会被解雇 因为就像今天的社会安全号码一样 当那一天到来 你要找工作 需要野兽印记 此外 如果你没有印记接受付款 你将如何领取薪水呢 在很久以前 支票取代了现金支付薪金 今天大多数雇主已经以电子方式支付薪水 拒绝接受印记意味着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没有社会保障 没有福利 没有援助计划 没有医疗福利 没有医疗保健 无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也没有政府批准的官方身份 你将成为非法公民 并被视为对新世界秩序的威胁 我们将在未来的影片中看到 不断发展的电子支付系统 与野兽印记的建立之间 只有一线之隔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 七头十脚帝国兽的股价 已经成形一样 世界也越来越接近 拥有发展与执行印记的能力 你能想象 不接受印记会有多困难吗 拒绝印记 就像在现实世界中 试图使用玩具货币一样 你会突然发现 自己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一无所有 你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无法获得 当然 在西方世界及一些国家 他们已经远远超出了 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敌基督者的到来和受印的建立 将导致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放弃他们跟随基督的一切 但以礼书八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 这四国末时 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网兴奇 面貌凶恶 能用双冠的诈语 他的权柄必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 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 他用全数成就手中的轨迹 心里自高自大 在人坦然无悖的时候 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新的世界秩序 过去被称为是一种阴谋论 其理论认为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世界各地的政治体系 将在有朝一日 集体在一个统治和领导之下 这将真正带来新时代的变革 同时扰乱世界的力量 批下政治的争议 新世界秩序的吸引力 在于他推销声称 要消除世界战争和政治纷争的理念 他也承诺根除贫困疾病和饥饿 其目的声称是通过世界和平 来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和希望 根据圣经的描绘 人类将在有朝一日 全世界将被一个拥有领导 全世界权柄的狄基督所统治 而这被认为 就是未来新世界秩序的领导人 根据在2022年3月举行的 商业援桌会议的季度会议上 美国总统拜登 在和台下的公司总裁们 发表谈话中 说到新世界秩序的到来 拜登的谈话 引起了许多的讨论与争议 自1990年代 乔治布什首次宣布 世界新秩序以来 他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阴谋论 他说 现在是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将在那里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必须领导它 我们必须团结 其他自由世界的领导人 根据报道 拜登表示 自1946年以来 世界一直生活在一个 自由的世界秩序中 这在联合国的领导下 产生了积极的结果 启示录13章15-17节 是将新世界秩序 与敌基督者联系起来 这段经文谈道兽 也就是将在末世兴起的世界领袖 启示录13章15-17节 又有权柄 赐给他叫寿相有生器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寿相的人 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纳售印记 有了寿民 或有寿民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一个世界政府最大的影响之一 将是经济领域经历的重大变革 圣经说 野兽会强制每个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否则他们将无法执行 任何经济来往或金融交易 尽管圣经没有明确提到 敌基督者将引入 无现金社会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 众多圣经学者提出的结论是 为了让敌基督者 监控社会的经济交易 无现金社会 必须先要到位 原因是 使用现金交易 可以在私下完成 但如果所有货币都电子化 那么每笔交易 都可以受到监控 无现金社会 将会使极权主义的 敌基督政府 对它的人民 有更多的控制权 虽然圣经没有明确地提到 无现金社会 但圣经学者相信 它会发挥作用 而且与受的印记有关 启示录十三章 十六至十七 说到敌基督者 所有人 除非在右手或额上 受了一个印记 否则将不能进行交易 世界将被置于 敌基督者的统治 和领导之下的事件临近了 没有接受受印的人 将被冻结在社会之外 当我们看到世界 正发生不寻常的通货膨胀现象 这可能促使在全球范围内 引入无现金社会 并可能成为一个世界货币体系 圣经学者认为 敌基督者将建立的一个世界政府 将使每个国家都处于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下 每个人都将被迫接受他们右手或额头上的野兽印记 今天的科技重大进展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在2017年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 在达沃斯论坛上预测 大约十年后 也就是到了2027年 现金可能不会存在 在当时 只有约20%的瑞典消费者 以现金交易 在当时瑞典似乎是消除纸币和硬币使用的最前锋 与此同时 根据预测 澳大利亚最早可能在2022年实现无现金化 几年前 印度政府启动了一项费钞进程 使公民积极探索现金的替代品 目前 数字支付机制受到高度重视 购物后 使用ATM卡进行支付 通过电话进行数字转账 易于生成付款收据 无现金社会的需求 主要由那些想要避免转移大量资金风险的消费者所推动 老师说 以数字方式转移资金 比实际转移现金更快更方便 也更安全 因为我们的社会正朝着更高水平的数字化方向发展 借记卡和信用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支票已经过时 我已经不记得我上次使用支票是什么时候了 因为瑞典处于这场数字革命的最前沿 根据一些报道 第一个无现金社会可能在2023年成为现实 报告也指出 无现金社会的另一种方式是涉及把微芯片植入人的手中 这个系统已经在一些国家进行了 毫无疑问 一旦成功 许多其他国家将效仿 并有报道指出 由于过去两年的全球疫情事件 更多的美国人选择非接触式支付方式 以避免直接接触现金 同时美国预计到2033年将全面实现无现金社会 其他国家也不遑多让 随着技术的进步 基础设施已经到位 已迎接受印的执行 看看改变的速度 在一百年前 ATM 借记卡和数字货币不存在 但所有这些技术进步都发生在上个世纪 其他例子如 Venmo PayPal 苹果钱包和Amazon Go 已经被广泛使用 如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书 撒旦信义提供给耶稣这个世界的王国 马太福音四章八至九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腐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是奉他 撒旦说 你若腐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 这个世界的王国 确实是魔鬼可以赐给人的 注意经文中 耶稣没有斥责撒旦说 这些王国不是你的 而是纠正了撒旦 他说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是奉他 魔鬼拥有巨大的力量和权威 他被描述为这个世界的神 这个世界的神 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一个人 并将他置于所有世界体系之上 这就是他对敌基督者所做的事情 他将把这个世界的王国赐予他脚下 我相信有许多人将会看到 新的世界秩序很快就会从一侧变为现实 事实上 他已经从阴谋论 变成世界精英领袖大胆谈论的计划 圣经中有大量谈论末世的预言 关于敌基督 兽印 一个世界政府 圣经早就预言了他 甚至在他被推测之前 很多基督徒在需要警醒的时代 依然在打盹 他们甚至没有听过兽印 敌基督和一个世界政府 很多牧师和圣经教师 愿意谈论有关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 然而却完全避免谈论圣经预言 我们知道一个世界政府 将主要影响经济和军事 圣经已经记录了这些预言 在新世界秩序中 所有人必须拥有野兽印记 才能进行金融交易 在军事方面 地上的君王将齐心协力 对抗主和他的人民 启示录十九章十九和二十节 我看见纳寿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重军都聚集 要与齐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 纳寿被擒拿 纳在寿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寿寿印记 和拜寿向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寿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时候已经到来 世界的军队将联合起来 反抗上帝和他的子民 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 将聚集在寿的保护伞下 与基督作战 在巴比伦为世界力量的时代 以布甲尼撒王统治了世界 因此 再发生是有可能的 新世界秩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指向基督回归的世界末日之战 不敬钱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对抗主 根据诗篇二章一至三节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在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 我们要正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新世界秩序 将是为了针对上帝的子民而设计 这些政策将要求上帝的圣民 妥协他们对基督的信仰 例如 野兽的印记是与认同魔鬼的媒介 任何接受它的人 都将被取消在永恒中 与主同在的资格 启示录十四章九至十一节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拜授和授相 在额上 或在手上 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陆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 唇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网上茂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授和授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对新世界秩序的推测 是末日的一个重要迹象